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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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待會大概十八、十九左右才開 我看了你的內容是否想說這些 因為你發覺有時候看香港的新聞 譬如我和阿慧兒說的 你有些興趣 我有聽 因為我沒有叫你去聽 你聽聽聽 好啊 我覺得這樣也好 聽阿慧兒和你發揮主要內容 我覺得是 我聽完之後是我的認知 在內容取材上 聽聽都會清晰 即是你拿回去工作 你拿回去工作 其實你這個可以是濃縮版 或者可以怎樣呢 就是 講一些東西我在那裏沒有說過 或者還沒有說過 不夠時間 兩個小時都不夠時間說 這個挺有趣 譬如我寄了給你 你知不知道毛霉菌 很多人都不認識 其實他們覺得抹了它便算 在外面也是 是吧 誰知 我今天把那件事給你 就是講毛霉菌 吸收了下去之後 會令到膽固醇高 還要不降下來 那種東西 搞到要吃藥 膽固醇有用的 身體 但為何會高了呢 而毛菌又怎樣 我現在問你 你和你老婆怎麼認識 那是否在街上撞到 是否上網吧 還是怎樣呢 那你可能 每個人都有他不同的因素 那你請你搭一搭 你和你老婆怎麼認識 主要 這個 我不介意會議的 反而我想 我太太和女兒 早兩個禮拜前 去了英國 然後去了法國的地 出現的情況是 我老婆還回來整個禮拜 她現在呢 紅眼症 加 不知道什麼菌 總之 喉嚨很不舒服 那女兒也有相關的症狀 我反而想說一下什麼呢 就是現在大家對這個疫情後 就是 很敏感的 疫情後 每個人都想起 有什麼 習慣 又改變了習慣 不搓手 不戴口罩 不斷出口 不斷出眼 不斷出鼻 那些 那些習慣都回來了 這個會令到菌 令到大家 因為身體 你知道這幾年 戴了口罩 身體好像健康了 但其實抵抗力差了 那又不是差得很厲害 不過呢 你會脫口罩 每24小時 你始終都會摸到一些東西 其實抵抗力不需要太多 其實有很多人以為 因為戴了口罩 抵抗力弱了 其實那些菌就猛了 那 首先呢 一向都有人管監 譬如金黃葡萄菌 其他菌 里斯特菌 都有人看的 誰不知 新冠那段時間 每個人都顧著看另外那隻 根本就沒有人看這些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越來越厲害了 越來越猛了 譬如好像沒有 是猛了的 是 以前病兩天 已經痊癒了 你想想 我現在整個星期 我太太都沒有痊癒了 還有花粉症 有些人說花粉症 花粉症很簡單 其實如果 放大鏡 不是那些 學校那些 小小的那些 我説放大鏡 其實你們三日子都有的 在奧克蘭那邊 有個叫做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 整個東西在這麽大 你看到吧 她的面積多大 我進過去 我用過她們的放大鏡 看花粉看過 你知不知道是沾不甩的 即是直接插下去 即是沾不甩插下去 你想想 如果你吃了敏感藥 沾不甩插住你的東西 現在你沒有反應 那是你不流鼻水的反應 你不吃它 因為索了 還索得多些 哎呀沒問題 如果你時思索索 很不舒服 你不出街 你覺得沒問題 你就出街 一路跟人聊天 一路索了進去 連眼淚都流著 這些沾不甩的東西走出來 是不是 那你有什麼理由 不眼痕 不搓它 搓它 搓到眼袋走出來 你可以見到 很多人 上一年多 她沒有反應 或者某些人 但以前見到她搓下去 搓到毫毫了 是不是 那當然 如果只是說 靚不靚的這件事 我如果用這個禮物 還是你開始 隨便你 隨便你 我說了二十多年 說了極不完 哈哈哈哈 我當一個頭 先打開 叫人 著重 然後再說 群 好 但群群為何這麼有趣 是因為 很多人拿些東西噴它 但她沒有想著 她原來會告訴其他群群 傳得很快 差不多一噴完這邊 後面那隻已經發揮了那些 毒素 叫做microtoxin 還有 如果你噴完那些東西之後 她認得你的 所以你去別人家 坐下來 你不是住在那裡 那個人又有抹菌 怎知道 你去她的廁所 廁所通常有抹菌 因為是濕氣的 然後 你去小圓便 然後就離開 怎知道 搞到她那裡 就放射那些 maltoxin 出來 那個人住在那裡 就說 哇 沒有那段白癡 為何我現在開始有抹菌 我現在準備開節目 大概 可能最後兩分多鐘 是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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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趁這段 這兩分鐘去說一下 啦 因為有人不知道出現什麼 差不多是入題 就看看是怎樣 其實那個mult grind 我放了上Facebook,就是毛菌会影响胆固醇 你会说我以前的胆固醇没那么高 请你们来看看那份paper 就说毛菌很像人类 然后放射了microtoxin 就会影响了胆固醇 制造胆固醇的系统 就变成狂做了 因为胆固醇是有用的,弄好细胞 狂做 你去运动,运动又不行 当然是戒食,戒食又不太行 已经很多东西都不吃了 为什么以前吃开,现在忽然有问题 当然是坏了 身体坏了,系统坏了 你一吃那些东西下去,制造那些东西 那什么会弄到它坏了? 但是梦梅菌 不是说笑 不是要随便说 真的要很小心,梦梅菌 因为现在那些天气 由上上来很多东西发生了 真的不能当是一模一样 现在是严重到梦梅菌 本身在什么东西发生了 等久了,生命力已经减低了 例如你买一块水果 买一块面包 等久了,它便发生了 因为本身的防腐力减低了 面包是防腐力 月饼也是防腐力 但是生果不用放防腐剂 生果是生果 把树炸掉了 等久了,熟了便会坏 开始了 好,时间来到十一点的十九分 星期五的这个时间 吃碗面的时间 希望这个时段里面 和大家一路吃碗面 一路看一看最新的大数据 今天赵博士带来一些 什么大数据的内容 赵博士早晨 早晨 有什么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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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资料可以提供给我们 我今个星期 想和大家分享一件事 我发觉现在出现了一个 叫做疫情后现场 大家在这几年里 习惯了多些 找些初修液 用手烧毒 戴着口罩 碰完的东西 就很紧慎地 就不会再触眼 或者摸一下鼻子 但是现在这个现象 好像很快回来 大家除了口罩的同事 初手液好像少了地方 有得用 或者自己不戴 我家人就刚刚去完外游 回来出现 我好像很久没有见过这种症状 但又出现了 就是红眼症 而它亦都是因为 不知道是有其他菌 影响到它 呼吸道又有些不舒服 而病的时间 是很长的 现在过了好几天 都没有见过这个好转 究竟抵抗力又差了 大家的习惯又改变了 而令到菌变了 绝对就是菌变了 绝对不是只是抵抗力变了 因为其实有些人就说戴了口罩 所以抵抗力现在见得不够多菌 其实你会脱口罩 有没有见过那些人 连睡觉都戴着 睡觉不戴着 那你进一间家里面 有碰过了 穿过那件衣裤 那条裤都会摸一下 那些菌便会飞 所以变了其实 就不会有一个问题 最多是一个浓度 那你会不会说 因为它浓一点 抵抗力就会加强一点 不一定是这样的 首先 你都没有那么多营养 给抵抗力去做这件事 你的抵抗力好像你的飞虎队 那难道你现在更加薪 给多些营养加薪 双倍人工 那我问你 如果你现在在电台上 拿双倍人工 你是不是会做四 因为双倍人工 就不可以等于双倍的努力 一定是要你做四倍的努力 那你能否顶得相信 可能是顶不顶的 所以说双倍都不做了 宁愿一样 因为你差不多足够了 所以身体的抵抗力 就不是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疑问 就是当我们针对了 同一种病毒的时候 很多专家都针对那样东西 其他的菌有没有人理到 有没有人看得到 还有天气 现在很多怪物 转天气 流感很重要 还有就是它转 以前的上和下 没有那么重要 现在的上和下 的天气 是比较重要的 有很多人说 只是它越来越热 不是 它有时候一时 一时热 一时冻才重要 还有一时 然后搞到菌 双倍了 那为什么会双倍了 很多菌 本身有很多食物 它就不选择去吃人 但是它现在少了食物 它要考虑 它考虑 决定 我现在决定吃人 那你就会说 哇 那就糟了 所以这个就是 你其实看很多病毒 小菌 猫菌 通通都是这些 你会发觉 铲除了它 现在已经好了 打了疫苗 那为什么 又回到那些 猪子病 那些H5N1 那些猪的病 H1N1 为什么会一直回来 那些病毒 那如果说到猪菌 猪菌整天 现在在Florida 如果你住在Florida 买一间屋 有一个字条 在这里就说 这间屋已经有猪菌了 那我不买这间 去第二间 第二间又写着 这间屋已经有猪菌了 所以已经在 disclosure里面 当你买卖交易 它就说 这间屋 全部的墙都是猪菌 那你不要住这些 那如果你住在Florida 就没得选择了 现在变成这样 以前不是这样 这些猪菌 可能是一些布料上面 也有 墙上面也有 有些是见到的 有些是见不到的 闻到 通常会闻到 一屋黑色的味 一屋黑色的味 那些不知道怎么样 那屋的味 在冷气机 在哪些地方 有些地方是多些 有些地方是少些 那些阴阴阴阴阴阴阴的地方 有些暖的地方 也有暖的地方 譬如在Florida也有暖的地方 那些东西就会生在那里 但它不是到处都吃的 譬如那些 濕了的地方 那些物料 譬如纸就很流行 纸一定有阴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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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 还有就是面包也会发毛 是吧 面包很流行发毛 但是生果也会发毛 那为什么面包会发毛 面包就没有生命力了 不过还有防腐剂 所以防腐剂当它抵不住 它已经溶掉了 那些毛菌又生得多 它就侵入去一片片 是不是 是不是 但是你买一个苹果 表面面包 或者食物上看到有毛 就可以扔掉了 千万不要撕掉 就当无事 对了 你懂得扔掉 但是如果是做果汁的 它就哎呀 惨了 就是又卖少一杯 丢掉它 不可以的 照炸那些果汁给你 那你就喝了下去 接着又会怎样呢 这个才有什么影响呢 究竟怎样呢 我解释给大家看 我就放在Facebook 就是说 而既然有个dataset 就是说 毛菌影响到胆固醇 搞到一些人一接触了 毛菌那些毒素 毛菌的mycrotoxin 进入了身体里面之后 就以后 那些胆固醇就只会升 不会跌的 搞到个人坏了 就是那些那个系统 坏了 坏了 坏了之后 你知道胆固醇高 为什么要吃药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 胆固醇高很多问题出现 中风 心脏病 那些问题 那变成了 原来那些毛菌会这样 那还有什么要认识毛菌呢 我这个 这个节目呢 我就说少少给你们听 毛菌呢 如果你去拿些漂白水 淋到它上面 你知不知道它会怎么样 它死不去呢 你就死了 你死不去 它死不去 你就死了 你会说不要紧 我一定要临死 到死为止 其实 譬如我最近 都要处理一些 我的后院 有些布料 借着一些布料 看到有些困在这里 因为前一段时间 下雨下得很厉害 那我就要洗 那我就放在洗机上 用正常的洗衣服 就是洗不到的 那要问一些家人 怎样洗法好些 那他就说 找一些漂白水 然后加一些护发素 这样就可以脱到那些毛菌 那些表面上的毛菌 其实实际上还有没有 我真的不知道 那洗完 那是不是洗完 就已经安心了 还是怎么样 你问得对 首先 就是毛菌 如果接触了Mycotoxin 第一 会打护唇膏 接着又下来 第二 就好像你太太 她的红眼那件事 其实你的身体 就会对其他菌弱些 还有对花粉 又敏感些 当你接触了毛菌的toxin 你现在明白这件事 而榨果汁 你就不能落不落漂白水 你在外面喝 如果那样东西发了毛 你喝了下去 那你就吃了Mycotoxin 很大机会 对吧 好了 那说洗那样东西 你知道当你落漂白水 那些毛菌 除非你炸死了它 但是它很多 和很小粒 周围都是 所以你不洗它 它就越生越多 你洗它 你就会洗到某些 洗到表面 洗不到底层 还有天花板 那些看着你 杀它的兄弟 杀那些兄弟 杀那些兄弟 你看到是如何 就是找你报仇 那它怎么报仇呢 毛菲菌 其实它的功力 很重要 还要比那些 熊龙十八掌 它基本上揮化 这些 Micro-Toxin 你索了下去 或者坐着一会儿 有些人 就整个面 腫到猪头 或者眼睛开始痕 不知道做什么呢 它好地是在 你平时用小垃圾水 又没有东西 那你又不敏感漂白水 又对毛菌又没有东西 当你去弄它 那它就来了 弄了它之后 那究竟为什么之后 那么难脱身呢 因为其他那些毛菌 原来有一样东西叫做 Micro-Communication 就是它们会沟通的 沟通就看到你 它又放射这些 Micro-Toxin 走出来 你去到哪里都会走 最奇怪的是 有些人 处理过这些毛菌 去别人家里去厕所 他家里的朋友又有毛菌 去完小便之后 你就走了 吃完饭就走了 那个人 没有去清洁 他又开始有些问题 为什么呢 一些毛菌 看到另外那个人 走去 即是他有过这样的 communication 现在不是很熟悉 整个系统 他怎样去沟通 只是知道 就是说 当你去弄它 这样就会有 还有就是有一些 大的 我不知道你们 在三藩市有没有见过 这些叫乌鸦 有没有见过乌鸦 有 有 你知道那些乌鸦 如果你去打他 或者什么 他的脑子 就比起身形大 比起比例 大过很多其他 脚脚 他脑子特别发达 乌鸦 会记住你的 认得你的样子 接着呢 接着呢 他会走来 刀你 还有告诉他的朋友 其他乌鸦 他们又会认得你的 会这样的 所以 所以这个是 你只要打 Crow 或者Raven Raven 比Crow 你打它 他们的intelligence 很紧要 他们可以做些事情 还可以制造武器 例如拿些树枝 弄到它尖不甩 拿些豆 有些Nuts 弄到路上 等车车车车 最惨的就是 做过一个实验 就是带了一个面具 没有营养 带着面具 哪一个 打过它 有时候乌鸦 在吃东西 赶走它 弄到它生气 他就认得这个面具 给这个面具 另一个人 他就认得 毛霉菌 就是差不多是这样的 用这个例子 朱博士 我们都形象化了 那些毛霉菌 是究竟原来有多厉害的 那种如何清理 或者吃了肚子 大家会出现什么情况 转过来再去探讨一下 这种菌 我们应该 如果一看到 就要清理了 但是对身体方面的影响是如何 也有位听众 留了言 我们转过来再去探讨一下 今天的主题 关于一些毛霉菌上的数据 朱博士转过来再谈一下 嗯 他真是今天 讲毛霉菌 刚才我在Facebook上 不知道他今天讲不讲 我就这样就在Facebook上 那你没有想过去探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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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真的会把你弄回来 那你又想住那里 那他也是想住那里 那你倒一些漂白水 会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他会发出这些 Microtoxic 那怎么处理呢 是的 是的 我正在练习 你知不知道 一会儿剩下的时间剩下多少 我们42分圆路 42分圆路 好啊 我有两个问题 你问 简直问题 这些听众 有一个问 就是问 怎样洗生菜 我之前我们讲过 可以讲两句 那另外一个呢 就问 如果吃番茄 可不可以吃皮和核 皮和核 OK 那就变成了答问题了 就变成了 不是讲怎么 可以讲个毛肯 我们短短地 可能 39的时候讲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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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后这个节目 不知道会不会改名 都是吃碗面 看看大数据 怎样是令到我们生活 可以聪明一点 和知多一点 令到大家健康一点 今天我们讲 关于毛肯的东西 是的 所以你说吃碗面 无端不怕是那碗面 有些菜 有些什么东西 那会不会吃了一些 毛的东西 那就好看 做洗那个 或者做煮那个 有没有留意这些东西 有没有留意到 就是通常 对眼 去到四十几 五十岁 那些东西是蒙蒙的 看下去 不是看得很近 就可能会 漏了一些毛困 买了 平平看到它是好的 怎样知回来看到它是烂的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因为现在看的东西 不是那么清楚 所以你记得 要看得清楚点 看得清楚点 看得清楚点 看清楚它是否真的有毛困 因为毛困是很难搞的 嗯 嗯 那外形上 大家应该都认知 有毛困的外形 圆形 圆圆的 一片片 然后旁边就有少少 有少少 黑色的毛困 这些就是 黑色的毛困 但黑色的毛困 就稍为厉害很多 这叫黑色的毛困 这叫黑色的毛困 但如果食物上 一看到有毛困 就应该立刻棄置它 不要打算洗掉它 对吧 这个就是问题了 就是很多人没有知识 提高了胆固醇的问题 我现在放了出来 让大家看 慢慢可以看 我用红筆给大家看 如果你知道它会令到 你的胆固醇抬高了 你就 有时候 我都说 我见过人家 在教会煮给人吃的时候 他自己那些东西就很随便 他又不吃 他又煮了一个 但是他又不吃 然后 那个Quality就不太好了 如果是有毛困的情形 那你想想 是害得人不淺 那毛困就不可以洗的 那农药呢 譬如泥那些就可以洗 农药呢 就看它有没有吸进去 那棵菜里面 如果吸进去里面 那种农药呢 那种农药呢 水洗都不清的 你差不多要 要尽量浸到它 即是叫做饱满了 看下去它饱满了 但是因为它曾几何时 在运输的过程里面 吸进了很多东西 上去里面 那可能水洗都不清 有时候那些芹菜 有些问题 所以那些呢 我为什么经常说 买有机呢 不用全部是有机的 但是呢 譬如那些皮不够厚的 那些呢 那你就要买有机 皮薄那些 是不是 或者没有皮的 看下去好像是皮 来的 不过是没有的 其实士多啤梨 就是一个好例子 士多啤梨呢 就跟南梅 南梅就顶得顺 好过士多啤梨 士多啤梨吸了些农药 它顶不顺 一进就进入里面 那还有什么人最敏感 这些农药 或者污染呢 就是小朋友 因为它长大了 还有长者 因为长者呢 身体已经 已经叫做 这么多东西做了 这么多东西要顾住了 无端端来的农药 或者来一只 大肠钢菌 E.coli 那E.coli 有没有可以洗的呢 那这个 经常要留意新闻 就是这样的 因为 如果你用很少水 沖一下它 其实就什么都洗不到 这些水呢 要大盆一点 然后之后 还要换水 最要换水 接着就洗了 那 那 有听众问 就是怎样 洗的生食的菜 就是它想生食 可能做沙律 那你刚才说到 譬如我们 过往洗菜 都是开水 可能一盆 那些菜 是一样 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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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肠钢菌是特别多的 而可以令你入医院那种 你如果想着用大盘的水洗 也不行 因为你怎知道你有多少 或者甚至如果是 在那个情况有些生鸡肉 生鸡肉还要等了在太阳晒了一轮 而那些血汁倒入生菜上面 你又不记得了 可能又拿过它 然后你打算再洗多一次行不行 那又不行 因为那些就是三门士菌 如果你用水洗是洗不掉 一些有能力去到食物中毒的 食物中毒的 level 所以不要靠洗 有什么方法呢 我现在不知怎算好 是不是那些鸡血碰过它 煮熟了它就没事了 你一定要吃生的时候 就拿来搞了 如果你不太清楚 那样东西 你最好就是 煮到它熟一熟 因为煮熟就会没事 煮到100度 或者煎炒就更热 那你就会 处理 少了很多问题 不如这么说 少了问题 洗当然洗 但是你少了很多问题 有很多麻烦 不如这么说 因为食物中毒是很麻烦的 身体又弱了很多 是不是 所以如果吃沙律 可能大家可能选择有机 会比较 有机 有机 就是保护农药 有机是不可以保护 例如鸡血 你说鸡血是有机的 连鸡也有机 这个做煮的时候 或者自己处理又合档 另外两位听众也有个问题 想问 关于 吃番茄 是不是 不可以吃皮 或者吃核呢 想问一下 有很多人吃番茄皮和核 甚至番茄皮 番茄皮和番茄核 都是用来做 杜虫的药 它有杜虫功效 杀伤力是强 够强才可以拿去杜虫 所以 有些人就想 我这么大 没什么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说 其实我们 我们身体 所有要用的东西 每天都在用 无端白事 还有人拿一枝棍 搭在你的头上 搏下去的时候 你觉得 那还怎么上班 还怎么 怎知原来你是想做 以后 小朋友大了 做强火箭 现在不需要强火箭 不用开飞机 因为 因为被人 把头塞了 所以 如果身体 无端霸 一下子 撞了下去 会怎样呢 所以这些 我们要小心 我稍后说了两种菌 E.coli 和Salmonella 但现在我想跟你说 Shigella Shigella 是在很多 那些生菜 特别 那些叫Iceberg Lattice 找到 你只打都打到 1995年 很大的 Case 47 7宗 的人 吃了下去之后 即刻入医院 然后他就去查 是什么事 查到就是 有Shigella 那现在 为什么要说 95年那个事件呢 2月21号 2023年 又来过 不只是美国 这次 现在是几个国家 一起有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样呢 原来是有人 做food handling 那里 做的那些沙律 时候 contaminate 我可能 稍后把这条 连接到Facebook 这件事就是 因为大家想着 吃沙律 是对身体好 而 吃生的东西 要是他有生命力 那当然是对身体好 不过 如果你在那里 吃那样东西 而那样东西 有些叫Shigella 那就惨了 因为他里面 搞到你 整个 那条大肠 都弄到 即是叫做 损手 损手 坏脚 那种 倒捨螺蟹 还要 弄破了你里面 那些内藏 这个Shigella 就可以做了 这样的 是的 没乱来 我说 也介绍了 我们吃饭之前 如何处理那些食物 或者是家里面的 报备 今集大概是这么多 大家都可以 去 Facebook 或者看看 你自己 相关 可能草寻一下 相关的 菌类 或者天理变化 会是怎样 自己多点留意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 都差不多了 我们下个星期再谈 下个星期再谈 拜拜 谢谢 拜拜 拜拜 我把这个 我放这个Shigella 现在周围都是中国人 亚华人、汉人 现在要先说完全部 有些人不当自己是中国人 变得更麻烦 我都不知道当自己是什么 所以我都放在上面 另外有一件事没有说到 一定有人问你 那怎样呢? 你使他也不是 因为你不使他就越生越多 你洗他就会生了你 之后你就会有 mycotoxin mol菌毒素 那怎样处理这种东西呢? 就是要空气清新肌 空气抽湿肌 抽湿了它 它肝肌就生少些 等它那个 1122 就是要减低 那个 mol菌的数量 然后呢 我在香港的节目中说 你找一个人 你不太喜欢的 你叫他进去里面 替你抹掉他 他就很快 你这个敌人 就会不再搞你 因为他自己也搞不定 这个当然不要这样做 但是呢 自己进去里面就很麻烦 你可以请一个人 请一个人去做 那么 怎么知道 就要撤走 那些环境 那些东西 撤走它 有一样东西 大家未做过 未试过 没有人试什么 因为大家想着 杀鬼了它 有没有办法 可以抹住它 就说 我现在不是要你命 各走各路 那你现在在这里 有没有一些 一些温和的东西 去洗它 温和呢 没有人研究 温和的东西 去洗它 所以大家 就想着 用一些强一点的漂白水 你都听到 就是说 它的颜色 搞到你的东西 你又不想把它扔掉 所以你就想着 问一下那些人 那它就用漂白水 漂白水是一定激怒的 一定激怒的 你试试用漂白水 浸自己的手 就是不要搅拌 是啊 我们其实真的不是太 因为 其实我们有时候 起了一些题 听众当然 你给了很多 大数据 其实他们也有时候 听完 会不会有些解决方法 就是我们就 解释了一些大的 但是 譬如他们 如何处理 他们可能是 很好的 我们叫做 听电台 就是吸收知识的 一个惯性 就是 你讲完给我听 那我有什么解决方法 反而可能 我们的比例上 看看会不会好些 譬如 他们讲完那些母群 我相信可能多了 一些听众 都留意一下 家里有没有 哪些是发毛 那些东西 那他们当然 就是我们就 一个叫做 帮他们 啟發到 然后他们就 在网上搜寻 也好 如何处理 那些母群 那些 但是譬如 纯听 因为有一帮听众 可能是连象 一些 他们不懂得搜寻 不懂得找一些 资料 所以可能我们 轻轻都会有 一些方法 譬如 形成 家里的母群 温度 会影响很大 就是 有很多人 尤其是 浴室 零射多 因为濕气很重 所以我们可能会有 生活的习惯 不是一定解决 但是一个生活责任 可以令他们 原来这样 改了一些 这个情况 譬如我家里 我有间房 即客房 经常都 都烈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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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 其实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买的时候才是这样 买的时候才会这样 买的时候那些 我买了那些抽湿机 或者那些空气 那些激烈那些 那开着它就好一点 但我怀疑是喉管之类的 一定是有东西在怀疑 譬如有很多人 因为它有毛菌 通常都会有蟹和蟲 在家里有蟹和蟲 你就不要想着它滚过 你说我不去那间房就行了 它滚过 它滚到桌上 你又吃了毛菌 其实你不用吃很多 半粒米已经搞定了 这就搞定了胆固醇 所以你看到 为什么这么多人 那些胆固醇 那些胆啊 那些肝啊 那些肝啊 那么差呢 就是因为 你看看外面有多少毛菌 而还吃了下去 而且最近 那些二十三十年 除了那些人吃甜 还有就是他们会 在外面买东西 因为健康 就打算买果汁喝 最糟糕的是在外面买果汁喝 你买杯奶茶也没那么坏 但是你在外面买果汁喝 死定了 因为你都不知道 真的当生意难做 生意难做 那你买果汁 那些生果 没有发过毛 发过的机会在生果 生果发毛 特别是士多啤梨 藍莓那些东西 是很容易的 你自己买生果都知道 整天都烂的 做卖的都不是很好受的 所以你买和卖 这些你自己买回去 好一点看清楚 自己吃 自己摘是吗 因为那个毛菌的问题 如果你想避免毛菌 不要弄到身体这样 千万在外面 不要喝果汁 那我们尝试大概在这个方向 我下个礼拜再联络你 因为最近都忙于所有的事情 是吗 这么紧要 他又飞到夏威夷 是吗 我都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现在只是跟你谈 现在你越来越厉害 我听完你和卖宜做节目 我和你做很多事情都立题多了 是吗 我很简单 我这么多年都是讲这些 来来去去都是讲这些 不过说不完 因为很多 每个东西都有串 你猜不到毛菌和胆固成有串 一讲起数据就很有趣 所以我就建议 其实这样是对的了 不停提醒听众要留意些什么 还有 有一次我提过 你说加州那边三文市爆了一只银行 现在这个星期尾又爆了多一次 还要紧要 这个叫First Republic 那么就变成了之前 不要紧要 我们下星期再谈 因为我现在要交代 好好 你先走 好的 不用 拜拜 很多人说 爆银行不会影响食物 当然会影响食物 因为整个系统 都是靠银行 很多东西 当银行说不遮 或者它根本自己 云拍消散了 消失了 那么就变成了 那些整个食物链都差了 打仗也是 打仗也是会影响食物的 所以你要留意到 什么会发毛多些机会 有什么会发毛啊 你避免那些 如果你想避免毛菌 那你就会健康一点 蕃茄核 蕃茄皮 意大利人 就不吃蕃茄核和蕃茄皮 是去核去皮的 很多人就说 是否因为吃那些 那些 喝很多酒 吃很多橄榄油 所以它健康一点 你避免那样东西 就是蕃茄不吃核 和去皮的 那你又不妨想想 整个民族都这样做 做它的食物 那你又想着吃那些核 和皮 那你看核和皮 拿来做什么 那些核和皮 毒素很高的 和番茄叶 都是很高的 不过番茄叶不用说 因为没有人会拿番茄叶来 譬如不同 你的豆苗 你说豆苗好不好吃 当然个个都知道豆苗好东西 如果是合时 逢时吃豆苗 当然是好东西 但是 如果我说 现在合时了 吃番茄叶 你吃不吃 炒些番茄叶给你吃 你不会的 你分分钟没试过 番茄叶是怎样 但是番茄叶 和番茄核和皮 这三样东西都很高 那些可以令到 那些昆虫 譬如咬菜那些 它自己吃完之后 基本上是傻了 吃了下去之后 就是咬对方 有些这样的data在外面 另外就是 它会开始咬对方 咬死了自己 打架的机会又多了 猛烈些 我不知道人是会 exactly 怎样 因为你说我能够顶 你能够顶 你的细胞也能够顶不顶 那就是本来跟你做事的 有一百万的细胞 现在只剩一百万 只剩五十万 听你说而已 其他五十万 正在反对你 那便可惨 所以 这个会扰乱昆虫的呢 会不会扰乱我们身体呢 还有 我们身体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其实很多时候 你想想一下你的肠 你的口腔 里面有很多菌 在里面的 听话的 好的时候 就是益生菌 不听话的 就是令到你口臭 令到你去完厕所之后 我不是之前说的那些屎忽味 还要阿河康说的 这些就是那些衰菌 那些不好的那些东西 怎样来的呢 积回来的 好像别人说 积回一些很好的耳头 也可以积回一些坏东西 如果你每次吃一些东西 没有留意 它的内容 它的农药 也是会 会 alter 比例的 好和坏 有些人是坏到 吃完肚子 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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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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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脾气 后腔也不好 它出生不是这样的 你想想 如果有些这样的环境 对于那些肠胃也不好 其实对内藏又怎样呢 菌 今次的节目就说了菌 和它会释放一些毒素出来的菌 才是重要 Shigella 我放了上Facebook Shigella 为何它那么坏 那么危险 因为它会释放一些 Shigatoxin S-H-I-G-A-T-O-X-I-N Shigatoxin Shigella S-H-I-G-E-L-L-A Sh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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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口罩很麻烦,做抹东西又要呼吸 那当然是不戴口罩 我都说它会释放一些坏东西出来 你起码戴着口罩,减低那个程度 你不要用香水噴一下,因为香水只要遮蓋了它的味道 这种知识是很重要的 就是当你去清洁,戴着口罩,戴着手套 还有不要用这些坏东西的东西,因为你记得 你不只是针对你能看到的地方 你能看到它,有很多地方看不到它 它是天花板,侧面,很多粒粒,小粒的那些 它的后裔,你如果弄到它会释放毒素,那你就惨了 所以清洁看到的时候,你减低它那种东西,首先抽干了 那个环境,然后 然后,譬如酸素的东西 有时候煮了一些醋,煮了它之后,开着它 来让它又减低它一点 就是你逐点逐点减低,不要想着一冲进去里面就搞定 减低了,好了,另外一个level,可能用一些 用完醋之后用baking soda,又再处理一下那个环境 一路一路减低它 你没有冲进去就想着那些醋顶得顺 或者是baking soda搞定 很多时候是不行的 还有,在香港我说过的baking soda 如果放在烤箱里面 等它兴热了 一段时间,它就会变成sodium bicarbonate 变成sodium carbonate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它会令到它的pH高了 更加简正一点 这些是一些方法 当你去控制了那个份量 那个对敌是减低了它的时候 那你就用下这些东西,好了,下次它又回来怎么办呢 另外就是 这些tile 有很多人想着小小块小小块 这样就漂亮了 其实小小块有很多问题 因为它那个 它那个 两块tile中间 那些要吻那些东西 那些就是发毛了 如果你一块过的 即是如果装修起上来 一块过的,没有了些tile在中间 那你就会少点麻烦 少很多毛困 这个要 当你去看 比如买屋 人家已经装修了 你看到那些 哇,很多细细粒粒的 最好不要买那间 那找一些大块快快快 马上买那些 因为大大快快就少很多问题 因为是那个 那些 比较好 帮助 我说 我说 了吗 不会